嗨,大家好呀,今天老妈用花生玉米面和芝麻来做一道美食 首先在锅里不用放油,把花生仁倒进来 用铲子把它翻炒一下 像这样用手轻轻一搓就能去掉皮就可以了 把它盛出备用 接着把芝麻也倒进来炒一下 像这样噼里啪啦发出爆炸声就炒好了 然后玉米面也倒进来 全程用中小火,用铲子不停地翻炒 炒至颜色微微发黄,有香味飘出就可以了 全部炒好之后,老妈把去了皮的花生仁放在酸臼里面 用擀面杖把它捣碎,盛出备用 炒好的熟芝麻放在案板上 用擀面杖也把它擀碎 然后放在一个干净的碗里备用 接着老妈把捣碎的花生仁和黑白芝麻 倒在炒好的玉米面里面 用铲子把它翻搅均匀 这个时候玉米面已经炒好了 不用开火 翻炒均匀之后 就可以盛出装在一个干净的保鲜盒里 今天老妈做的玉米面炒面就完成了 我们来尝试一下 在干净的碗里放上两勺炒好的玉米面 再加上一勺白糖 如果喜欢吃咸口的,可以放一点盐和葱花 用开水边倒边搅拌 把它搅拌均匀之后再加水 冲拌均匀之后里面没有明显的大颗粒 就完成了 这样的早餐营养美味 做法还特别简单 每天早上冲两勺 方便健康还营养 你们学会了吗